智慧从哪里的?智慧从清净心来的 《往生论》上讲得好啊 《往生论》上讲 极乐世界一正壮业 总共说了29种 功德成就 29种呢 这是广说 六说呢 一发狱 什么叫一发狱呢? 清净狱 什么叫清净狱呢? 自信本狱的智慧 不是从外来的 震慑智慧无为发生 换句话说 极乐世界 所有一切庄严 它的根本就是真实智慧无为发生 真实智慧从哪里? 从真诚心来的 只要心地真诚 清净平等 智慧就向外流 你看看得懂 你听听得懂 没有学过的 听了看了 通通通神智慧啊 听了看了通通神智慧啊 听了看了通通神智慧啊 所以头一个是无私之啊 我讲某人的天分好 闻以知识 举意翻散 一闻千物 这就说于这一类 啊 现在这一类的人少了 为什么少了? 他从小的心就不清净了 他就被染污了 你看小孩一出生 现在看什么? 看电视 电视里面这些影像 全他都收去了 婴儿记忆里好啊 脑子里都完全是这些东西 心如我为主啊 长大了 拔都拔不掉 洗都洗不干净 这个东西突厌重 从这些地方看呢 今天修佛多么难啊 啊 我们有这个缘分 弥陀讲经上所说的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应缘 德森毕库 我们的缘有了 能不能成就呢? 那就在善根福德 善根是智慧 啊 福德是清净心 人心地清净 这个人又富了 心地不清净 再高的地位 再大的财富 都是假的 他烦恼很重 他忧虑很多 他不会快乐 他没有智慧 这种任务经过 这种任务经过 我现在来知道了 我现在来知道了